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关怀公益月 玉旅旧国团会长郭素兰 纠团号召社区民众 一起齐聚正名广场打扫兼运动 志工琴 公益心 舒展身心 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关怀公益月 玉旅旧国团会长郭素兰 纠团号召社区民众 一起齐聚正名广场打扫兼运动 志工琴 公益心 舒展身心 开启美好的一天 祝国团总部定三月份是青年关怀月 这一彰显青年之时代意义与使命 激发青年之爱 肯定自我超越世界 捐爱社会 关怀热视 散播爱的种子 延续立他精神展现青年爱国情操 传承青年爱乡爱徒的情怀 祝国团战 玉旅旧国团配合玉旧公所 每个月一次的社区清洁日 特别就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环保志工团队 也就是其模礼以及永昌礼 一起来亲近家园 尤其气候不稳定时节 为了维护整理居家的环境 防渡蚊虫疫情蔓延 民众们晚秀进行社区公共环境区域的道路 水沟杂草清理 留意室内外是否有积水容器 保持环境的整洁 避免虫卵占卜减少温虫滋生 记者高松双预阵 赛访报道